无独我去运 和约 不跟我去运 唯第二语 跟就是在受 两句意思完全相同 这是第二语 此成第一语而已 我国 阿弥陀佛所说的 我国就是极乐世界 不但没有三无道 甚至于 从耶摩罗界 就是地狱界 二 三无道 或者把阿修罗包进去 四种无道 无道众生 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 这就是 从来没有终止过的 世尊在弥陀经上为我们介绍的 阿弥陀佛在极乐世界 没有先后 佛的教学 从来没终断过 这个意思 非常重要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在任何地方 修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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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间都有修习 都有中端 阿弥陀佛 唯独在极乐世界 学习是不中端的 阿弥陀佛 因为不中端 他的速度快 效率高 所以 成佛在极乐世界 是不难的一种事情 容易死 不但永远不再度 我道 并且 席界成就 阿弥陀佛 三秒三菩提 这句 是佛法修习 终极的目标 我们修习 希望得到什么 就是 阿弥陀佛 三秒三菩提 就希望得到这 那这一句 完全是凡语 凡文 应译 那下面 净土愣住 三秒三菩提 中国上的意思 三 是正的意思 秒是等的意思 三呢 又是正 后面菩提 是觉 整个把中 翻成中国意思 就是 无上正等 正觉 所以 所以 他可以翻 为什么 不翻 那 这在古时候 翻经的时候 有五种 不翻 其中 有一种 尊重 不翻 这一句 就是说 尊重 不翻 所以用 音译 阿弥陀佛 三秒三菩提 就是中国的 无上正等正确 就这个意思 非常正确 一点错误 都没有 那我们看这个 就明白了 佛经里面 告诉我们 你得到正确 就是阿弩汉 六道里头 没有正确 正确 就处理六道轮回了 所以 六道里头 有缺 不是什么有缺 道不到 佛家所讲的标准 那佛教的标准 是以阿弩汉 小臣四苦 以这个为标准 见死烦恼 统统断了 清净心 恢复了 正确 清净心 甚至会 不生烦恼 再提升呢 就是正等正确 等 等于佛 和不是佛 所以 正等正确 是菩萨 菩萨的等级 很多 花言经上 从初心 就是菩萨 一直到等 一共 有 这个 五十 一个位置 那 那 这五十个位置 就是 是心 是住 是行 是回向 是体 这五十个 上面还有一个 等究 那 这是菩萨地位 最高的了 再往上去呢 那就是 无上正等 正确 那就称佛了 花言称为 妙觉如来 阿 你 陀佛 阿 你 陀佛 阿 你 陀佛